欢迎回来 持续要来关心到 民众的荷包又要锁水了 国内第三大家用职场正龙 今天在法术会预告说 下半年依照了不同产品还有通路 将调涨旗下卫生纸品牌的售价 预计涨幅会介于5%到20%之间 又有卫生纸要涨价了 正龙企业在法术会预告 因为只将煤炭等价格大涨 2022下半年旗下卫生纸 厨房纸巾品牌将会依照产品别 陆续调涨5%到20% 你是因为知道春风要涨价 所以现在赶快来买吗 不是 是单纯时候 而正龙旗下的卫生纸品牌 包含春风 情人跟雪柔等都将调涨 但已分别在3月5月7月有涨过价格 所以下次调幅会在10%以内 但同时间成本调涨高达50%到60% 至于从没涨过的产品 接下来价格调整幅度就会比较大 下半年一次加码到位 缓解成本压力 我们一直都在跟客户在沟通 让我们的那个成本能够反映出去 因为客户有各自的考量 正龙表示不同产品跟通路 销售价格也有差异 但不论从哪里买 民众的荷包都要缩水了 接下来价格